我先回到徐若萱 你還好嗎 我剛剛怎麼堅持啊 剛剛要跳回演員 我剛剛那很不好笑 剪掉 把花灑拿出來灑他 許多熟悉的場景 人物 甚至美食 都是這部戲的焦點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正容非常堅強 也因此得到了金馬獎 六項大獎入圍的肯定 包括最佳女主角 還有最佳女配角 以及新導演 還有改編劇本 以及音樂和主題歌 在我胸口前的就是我所買的兩張入場卷 第一次主持首映 還要自己買票去看的 一切都是為了我的老朋友 陳淑芳阿姨 謝謝阿姨 這不是我們只是說尊敬長輩 阿姨演得真的太棒 雞皮疙瘩 謝謝你 雞皮疙瘩是真的 雞皮疙瘩是青菜 青菜喔 後來就說他看了不愛看我雞皮疙瘩 不是啦是很好看的 聽你的頭髮聲音很高 他就密密麻麻的 漂亮 謝謝 謝謝阿姨 髮片啦 髮片啦 要看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已經 我也聲音很久了 你 當然 你是我的狗 你是我的狗 我知道 你三頭髮有幾個我都知道 我知道 我整身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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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都跟一些你的生理狀態有關係 所以 不能 不是嗎 我想歪了 對不起 變態 我想不去 神討病死了 是 你想到生理就想到生理需求 對不起 你很奇怪 老實說這個時空有一點怪 因為 他們並不是同一個時空的狀態 但是呢 沒關係 我們就來感受一下 在戲裡面每一個角色都好棒 那一天我跟B妍在聊天 B妍就說 那個楊姨子還練得超好 他IG都撲很多照片 是八塊機 我說八塊機 好 我們就聊了一下 我就覺得說應該是一盞吧 然後B妍就說應該是一盞吧 所以我今天問他 確定是他 就是他 八塊金 八塊金 你以後就像楊八盞 好 一盞還不夠用 八塊盞開來 八盞 演員難題就是說 因為 因為我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我爸剛過世才一年 所以 特別是告別式那一場 對我來講真的非常的艱難 因為戲裡面的阿瑜 又是如此的堅強 很堅強的那一個 所以 我其實在彩排的時候 就是爆哭 然後把自己的真實的能量 都先丟掉之後 才可以好好的回來演裡面的 那個堅強的二姐阿瑜 她把演員正宏告訴我 對 我說你何德何能 花灑 花灑是花園的那個 不是 花 花 花灑 花都嚇傻了 謝謝你喔 花灑不是那個 花灑不是那個嗎 對不對 不是嗎 花園的那個花灑 11月6號 鬆鬆對不對 來看孤魏 孤魏 孤魏 孤單的自衛 孤獨的自衛 也是一首歌 由紫玉 還有石芳儀 來共同演唱 入圍今年的金馬獎 超級動人的一首作品 當然它背後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好 我們視線一致喔 接下來麻煩大家默契一致喔 因為只有一次機會 來準備囉 11月6號我們要看孤魏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祝福這位 大賣倒數3秒 好3 2 1 各位票房成紅 11月6號訂閱見